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的老朋友 黄晓东 David 黄 黄总 黄总你好 朱乐你好 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朋友 讲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不论您现在是几岁 现在的年轻人很早就开始 规划退休的生活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 讲到的一个是 提供固定收入的退休规划 叫做指数型年金对对吧 指数型年金呢 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 pension plan退休计划 现在好多公司都已经不给退休金计划了 对自己就不得未雨绸缪 早一点就来做 是好来跟我们仔细讲一下 对指数年金其实大家都可能听过 但是最近这个指数年金呢 仍然还是有那个奖金啊 就是最高的 bonus到35%的都还是在啊 都还是在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你什么时候要领这个年金啊 还有35的有30的有20的 那么年金这个奖金越多了 你要等的时间就越久 第二个呢 你这个市场现在掉的这么厉害 这个股市一下子跌跌不休对不对 大家的401k都很担心会不会一直在掉 掉成201k了是不是 所以赶快转一些过来的话呢 因为它保底嘛对吧 只要它掉的话它保底 只要它涨上去呢 它是会跟着涨 而且还有一个奖金的指数的加成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放个10万很快就会变成20万30万 然后基数就变大 基数变大 再从里面慢慢的拿钱出来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近啊 就是刚刚政府宣布的 就是7月1号开始 如果你有一些资产呢 你还是可以申请白卡啊 现在这个夫妇两个人呢 19万5的资产 以前是3000块 一下子提到19万5 所以有很多华人呢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正好在这里面啊 但他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有很多的钱在401k这个算不算算不算 对如果你把它转成这种年金的话 然后有系统的从外从里面往外领钱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指数年金的一个收入 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算在你那个19万5里面 好消息耶 这个是很好的消息 对这样你你就既可以去申请那个白卡对吧 然后呢你又有一份稳定的固定的一个收入 所以请大家呢就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详情的可以来找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规划 这样子啊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因为税法的改变 那自己拥有的投资物业就变得不那么attractive 然后因为房东和房客之间 其实很多纠纷都存在 对自从在过去三年以来这个covid发生 对以后房东啊尤其是拥有外周房地产的苦不堪言 现在也很多人就把它卖掉嘛 就不要再我都最近就做几个客人 他就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就算没有covid他本来就要卖掉 不要管了 然后把那个卖掉的钱把它变成一个年金 交税就交税 交税就交税 反正他就是有一个稳稳定的收入 对对 这样你的这个房地产的钱 因为你本来租金也是要交税的呀 对呀对吧 那这个如果你放一个十万将来变成六七十万对不对 那如果你放了三十万 你就可以有好多的每一个月 就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收入 我们上次算过一个 大概有四五千的一个收入 这样就够了 拿年金如果是用到本金的部分 也是不需要交税的 如果是用赚来的钱就要交税 对对对对对吧 那现在也股票也是跌的还蛮多的 蛮多的 买了这种年金是不是也有point to point your luck的这个机制 是我们这个年金呢 现在有好几种的哈 有一种呢是保底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他有一个时间点啊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里面 一年也好 两年也好 三年也好 你可以随时抓住一个高点 把它锁住啊 这是第一个 锁住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 第二个呢 你如果在这个他给你的时间 你锁的越长的时间呢 你就会有一个加成的一个指数的 百分比就更高 所以你拿到的rate呢最高可以到一百六十个percent 这是什么这个是participation rate participation rate 对他可以有一个五年的participation rate 那你就可以乘以一百六十percent 那是相当相当的高 很高的对 那还有啊 王总就是现在也很多人都有很多现金放在银行里面啊 即使他想尽办法去买这个买那个就赚一点利息 可是本金还是被通货膨胀吃掉嘛 对 那有没有这种年金的代替品 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有有有 你们可以看那个上面的那个图哈 就我举了两个例子啊 一个呢就是十万块放进去之后呢 他就是一个现金 那么他在这个人五十五岁他到六十五岁呢 他就可以拿到呢大概一万五左右的一个收入 这个收入可以每年的增加 一万五 一万五不错十万就可以拿到一万五了 然后等到他九十五岁的时候 他总共呢可以呢整个的一个收入呢 会有一百三十万左右啊每一年他都会增加 如果股市掉的时候他不会掉 股市增加他会跟着增加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等于是你自己的薪水一直增加 是 那么刚刚你讲到这个现金呢 如果放在银行跟放在这里有什么区别 他就是第一他不会亏本嘛 第二他的利息比较高 另外还有一种年金呢 就是你放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随时什么时候领 那是你自己来决定 不要等waiting period 不要等waiting period 你不一定要用一个永续的收入 你可以随时可以领百分之几 百分之十拿出来 然后你不领的话呢 他就在里面滚嘛 那么像这个例子呢 第二个例子是十万块 到你九十岁会变成九十万 这个当然是不领的情况下 如果你中间会花花 九十岁的人还需要花什么钱呢 对啦 所以不花的话他就留给后代嘛 后代好喜欢你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会说反正我富汉银行 富汉银行也没有涨得那么快 那但是这个钱他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在七年之后就全部可以拿走 如果他要全部赠予给谁 或者我全部要拿走的话 他可以拿走 所以这个例子呢就给那些 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那么多收入的人 但是呢他又想要在那边增值 那么就正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两个礼拜以前您讲的是长照吧 如果说我今天看了这个节目 我买了年金了 可是我现在想 我也很需要长照 可是我还没买 我钱又都已经去买了年金了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我买了这个年金 还可以负担我的长照的费用 对其中有一种年金呢 当你要用长照的时候呢 他是给你双倍的收入 就以刚刚说的那个 一万五的例子就变成三万 那么如果你正好买了这个年金的话 你就有这个作用 当然这个不是永远的两倍 详情的你们可以来看 听我们的讲座 是 我们这个二十五号 六月二十五号 对 讲长照 也讲这个指数型的年金 对 同样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 希望大家一定要对于这方面 要更积极一点 来听听这个免费的教育讲座 非常感谢黄总 谢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 我是周乐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 拜拜